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 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好不好 对 因为在这快两年的时间里面呢 一共是有65位嘉宾 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当中 和大家非常真诚地分享 他们在育儿方面的一些感受啊 还有经验啊 同时呢 还有一百位专家达人 重新参与了我们的节目 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还有我们的直播等等 所以在这里呢 也把掌声送给他们 是你们让我们不用挂号 而通过电视层幕 获得了这么多的好的知识 谢谢参加 谢谢你们对于宝宝 还有这个家庭的支持 而且呢 现在我们节目 都经纪也知道 不只是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也可以全网搜索 就是在很多的视频网站 都可以看到拜托了妈妈 对 还有一个数字 我们要告诉大家 通过这两年呢 大家都关注了 我们拜托了妈妈的微信号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真的好厉害 我们有两百多万粉丝了 而且在全国的同城群 我们已经有几千个妈妈群了 估计就有你们 在这里也谢谢你们 对我们的信念 谢谢你们 祝妈妈的越来越美丽 对 不过呢 大家非常希望 我们在新的一年 还要保留一个环节 就是他们有一封信 是读给自己的孩子的 那这封信呢 也非常非常的感人 那今天我们的这一位嘉宾 是谁呢 她温柔如雅 知性大方 1999年 饰演康熙威福斯访记当中的 童儿被大家所熟知 这不是 怎么我离气了就没房啊 不行 我们累了 给开两年房 若播剧 《情满四合院》中 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我这些年我就不愿意打你 我和我姐这都得了 是 没有你们 我不来你们家 我是不会认识大帽 我不会跟他结婚 那怎么着 我还得感谢你们一辈子 在事业不断突破的她 还收获了让人羡慕的 婚姻和家庭 2011年 和丈夫沙童 迎来了他们可爱的宝宝 秋秋 她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刘圆圆 那今天 辣妈刘圆圆有什么话 要对她的宝贝女儿说呢 亲爱的宝贝 你好 我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谢谢你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 使我的人生变得完整而充实 起初把你抱在怀里 看着阳光下一身金黄色小绒毛的你 我不禁感叹生命的神奇 到后来 你开始独立行走 开始为了想多吃一块巧克力 而跟我哭闹 再到现在 每天从幼儿园回来 都会安静地坐在小书桌前 做作业的你 你的变化不断地促使我去思考 该如何跟当下的你相处 该如何跟当下的你交流 一开始 我为了让这个妈妈的角色 做到更好 我开始学习心理学 我希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更加深入地了解你 从而寻求到 一个真正属于你我之间的沟通方式 而不是去招班书上 交给的办法 当我不断地寻求更好的 与你的沟通方式的过程中 我发现 我不但可以更好地体会你的感受 我也开始越来越清晰地 看到我自己的内心需求 所以宝贝 这一切是你给我的 能跟你一起共同成长 是我此生最幸福的事情 永远爱你 我们一起成长 哇 谢谢圆圆 这不是我 很想的 而且其实我刚才看圆圆说的时候 我还一直在看你们后面的照片 大家知道圆圆的先生是沙童 就我们印象中沙童都是很 严肃或者知性的样子 我第一次在这个照片中看到 特别有靠火的样子 哎呀 这个什么样的爸爸呢 你知道沙童有一次特别过分 很生气 就一脸愁苦地开门就进来了 我还在门口迎接她 然后人都没看我 换鞋 我一看就是单位的事 让她生气了 难过还在想那事 我也没说话 回来了啊 姐 一转脸看见她女儿了 妈呀 那个脸就消成花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我就过去 就给了她一脚 我说你太明显了吧 我说你太明显了 没几人演示都不演示 对 我说你稍微的你也给我一个 就是要笑不笑假笑一点 对对对 你敷衍我一下 就是她可能看到女儿那一瞬间 真的就把那个烦恼都给忘了 对 我真的还爱了 但是那个我跟你讲 她也不是擅长 你听到那句我给了她一脚 就想起那个情感四合院那戏来了 你们想起来了吗 就是圆圆最近演的热播的那个 情感四合院这个戏真的 就最近好多人跟我说 觉得一帮非常有演技的人在演 对 我觉得说的都特别的 但你演的这个角色 跟你以前不一样 你以前都还挺证明 这个人蛮有争议的 因为我跟导演原来也合作过 然后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在想 导演为什么让我演这么一个角色呢 因为我原来也没演过 我还想导演胆挺大的 就是挺祸辣的 对 然后我就想想 就是真的不能忘反派了 唇坏了演 因为那个反而就没有意思了 你演这个角色 你们家沙通看完了说 你是不是心里有这一层面 没有没法解出来呢 她怎么说看了之后 因为她其实不太看我的戏 有一天回家 我看到往那一坐 就是弄完以后 啪就往那 我一直坐在那 没挪窝 我想 我说这单位这事 怎么能弄这么久呢 我说你干嘛呢 她说看电视剧呢 我哦 你看什么电视剧呢 我说你这也不理孩子 再回家一屁股的 看勤本四合院 我以为是这个态度 然后我就想 哦 然后我就看孩子 我说 密码就没话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 是个礼拜六 早上 人七点起来 接着看 我想 哎呦喂 我这种精神 我得好好 为了为了你 而且其实 远远现在不光是在这个 小银屏上发展得特别好 在大荧幕上 就是作品也有 特别值得我们起来的 对对对 叫手边人 去电影 对对对 而且还获奖了 获的是中澳 国际电影节的奖 对在澳大利亚 中澳国际电影节 我拿了评委会 表达女演员 支持这位好演员 好的妈妈 因为当妈妈 就像当演员一样 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今天我们要马上进入 妈妈的烦恼 今天妈妈的烦恼 是很多妈妈们 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不仅关乎着宝宝的外观 也关乎着宝宝的健康 那就是牙齿 很多妈妈都希望 自己的宝宝 能够拥有一口 整齐洁白的牙齿 究竟一口好牙 对宝宝有多么重要呢 我们先来看看 它的变化史 它整牙前长这样 整牙后长这样 感觉一口好牙 颜值直线上升啊 其实不光是外表 拥有一口好牙 还能减少宝宝 很多不必要的病痛 但事实确实 在第三次全国口腔 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机构显示 我国五岁儿童的 乳牙换取率为 百分之六十六 十二岁儿童的 恒牙换取率 也达到百分之二十九 既然拥有一口好牙 如此重要 妈妈们 到底该怎么做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 权威专家 英国爱丁堡 皇家外科学院 儿童口腔医学院士 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口腔保健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教授 郑树国 郑医生和妈妈们 分享宝宝牙齿的那些事儿 权威专家你有什么 这方面困扰吗 有没有问题 要问那个郑主任 我一提说要来这期节目 我简直太开心了 我觉得是为我做的 我女儿六岁了 然后呢 其实从这个牙齿的 这个困扰 我从上幼儿园 就开始就有 她虽然没有蛀牙 然后我们也非常 注重刷牙 但是呢 就是一到了幼儿园 就让涂浮 你好像说是 规定必须给小朋友涂 但是我们又担心 她这个骨骼 是不是有影响啊 什么的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 就不给她涂 就没有涂 就没有涂 然后现在到了六岁吧 又来了 新的问题出现了 就不管你长没长六零尺 然后都要让你们 做物够封闭 所以我简直 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困扰到现在 第一个我们先说 这个服务的问题 服务对牙齿是有好处的 我们说是 食量用服务 包括我们现在 在市场用的 含服牙膏啊 这个都属于 局务用服务的一种方式 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 刚才原言提到了 比如说在幼儿园呢 现在有的在学校 也开着这种 我们叫屠服的这种 就是等于保健项目 它其实是相当于 屠服以后可以加骨牙齿 预防虫牙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至于原言刚才担心的说 这个服务 是不是对牙齿啊 对骨骼有影响啊 这个等于过量摄入以后 才会有影响 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来吧 会听到就是什么 有分牙膏嘛 什么可吞咽牙膏 然后到多大之后 可以就是小孩会往外吐了 就可以给他换成正常牙膏 正常的儿童牙膏 因为我确实也观察过 那小孩真往下咚咚 往下咽 小时候 因为味道很香的 可能是 其实刚才原言说 这个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 就是一般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建议三岁以后 开始使用儿童的含服牙膏 对对对 因为含服牙膏还分两种 一种是儿童的 一种是我们正常成人用的 对 儿童的话呢 含服的浓度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三岁为界呢 就是三岁的话呢 小孩一般孩子的话 因为去幼儿园了嘛 这时候都会漱口 一般就不太容易误吞误咽了 所以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量有要求 那么三岁的时候 我们建议使用弯豆粒大小 每次使用 那个量是非常安全的 就大佬老提到是 看牙很辛苦对吧 那我们让牙不坏不更好吗 对不对 这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我倒建议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 就告诉我们这个妈妈们 就是 其实小孩可以使用含服牙膏 关键是适量 看没有就是 连我们这个 见多识管的愿望呢 反对 就刚才圆圆还提出一个问题 说那个窝钩封闭的事 但是有一个词 我不知道圆圆听没听过 因为你孩子不也是六岁吗 是吧 就有一个叫六零尺窝钩封闭 我觉得这更有必要 马上说一说 对对对 这个又是我的 又来了疑问 就是说要 突然就收到一个单子 上面就是这样的牙 然后给你涂上颜色 说这两颗是需要做窝钩封闭的 我都没听过这个词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去查了 又查了 然后查完以后呢 就发现了 就各种说法都有了 有说要做的 有说不做的 这个时候我就含糊了 那你最后做了吗给他 最后又没做呀 我这反正还没 然后就接到了 又接到了一封信 拜托了妈妈请他来 对 然后我就 哎呦我就说 快点我这节目 我必须得来 那你得赶紧来 因为现在他还是六岁 如果现在你觉得 应该做了回去做 还来得及 对 那我们赶紧请 郑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事 一般是这样 一般我们都是奶牙 一共我们叫乳牙嘛 一共二十颗对吧 到六岁的时候呢 你看中切牙 侧起牙尖牙 然后第一前牙第二前牙 这个牙 就是六零尺 我们叫第一横牙 这个牙齿 为什么叫六零尺呢 因为它是六岁时候开始萌出 又是第一横牙 所以我们称它为叫六零尺 那么这个牙 这个是大人的牙齿 大人牙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勾勿更复杂 就是在牙齿的脚和面上 有勾勾勾勾这些地方 有的勾勾是非常深的 非常窄的 这时候呢 我们单纯说 你靠刷牙 把里边刷进 是刷不到的 为什么呢 我们最细的牙刷毛 也进不到那个 最窄的那个沟里和窝里 这样的话呢 又是这些地方 其实食物餐杂也好啊 我们口腔里导致疾病 我们叫它牙菌斑 这个菌斑就会 附着在这个地方 那么当我们 吃五穀杂粮 有糖的时候 这个细菌就会把这个 东西分解产酸 就慢慢腐蚀 形成这种虫牙了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怎么样的不得呢 就叫窩勾封闭 就把这些深的勾勾啊 我们一种 无害的这种素质材料 把它封闭起来 跟打逆子一样 有点像一层保护膜一样 这样的话呢 把那勾 入口的电话给它封死 脏冬菌就进不去了 这样的话呢 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样牙齿就不容易坏了 听人不都说吗 说牙齿不是病 疼不得真绕命 我们特别得保护好 宝宝的牙齿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 这些误区都是什么 宝宝乳牙有其齿 反正要换 让孩子遭罪 还不如不治 我的问题是 60尺前面的两颗乳牙 要到十几岁才换呢 我就想反正 他也要换嘛 他用每一株 我现在用作吗 所以这个我们幼儿园就有 孩子的家长就着急了 说本来是跟我是一伙的 也没有疯 一听说十几岁 哎呀妈一算 还有好几年呢 他们就去疯了 他就叛灭了 就去那头 对我就我就慌了 我说那我到底是站哪边呢 最后一颗牙的话 大约十二岁才换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三四岁四五岁牙坏的话 你不去治的话 营养很大 我们都知道 这个牙得了虫牙以后疼 对吧 对对对 不敢咬东西 对 如果老容易侧咬的话 脸是容易长偏了 坏了 对 还有一个就很 最后祸首在哪的 这个牙坏了以后啊 往往它不是说 一下就是个大洞 它逐渐逐渐坏 坏了以后 这个牙齿可能就会变小 乳牙还有一个作用 除了我们吃东西以外 它替横牙占位置 就占地儿 下面它要替牙的时候 如果间隙不够的话 它会长歪的 有三分之一的牙齿不齐 与虫牙有关系 所以你看这虫牙挺厉害 所以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说最严重的话 我说这个虫牙鸟不治啊 就跟定时炸弹一样 它因为细菌导致了虫牙嘛 那么进到这个 我们说牙神经历以后啊 它会受到血液循环 到全身各处 当你抵抗力低的时候 就容易导致一些 全身的疾病的出现 这么严重的 挺可怕的 牙跟心脏有关系吗 有关系 心内膜啊 这个炎症 好多那种风湿热 其实跟这种口腔里的 这个导致虫牙的细菌 是有关系的 一般我们有一个食阴症 就是你窝钩比较深 不好清洁 那么到差不多两三岁 三岁左右的时候 如果小孩能配合的话 在它坏之前 就适合做这种封闭 是没有问题的 那郑医生我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窝钩封闭 是一劳永逸的吗 如果它不脱落 其实封一次就可以了 就管一辈子了 但有的时候呢 因为更容易 比如说你咬硬的东西 各道了 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 操作的原因 它可能有的封闭 就会脱落 脱落的时候的话呢 如果说脱落的位置 比较深的话 还需要重新封闭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做了窝钩封闭以后 还需要定期到医院 做一个口腔的检查 比如像孩子每年去两次 这样的话呢 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 窝钩封闭 是世界卫生组织 手推预防取齿的方法 割取了细菌和食物残渣 对牙齿的侵蚀 就如同给牙齿 穿上了一层保护衣 但是窝钩封闭 也不是一劳永逸 所以妈妈们 最好还是勤带宝宝 去检查牙齿 那么关于宝宝的牙齿 还有哪些误区呢 我女儿就在七岁 六岁多 七岁的时候 我就让她一照相 就要把嘴给闭上 因为她那个时候 一开始是缺了两颗门牙 特别难看吧 后来那门牙 好不容易长出来 特别大 就是像两个大板牙齿 然后我再看一看 她那个换的那个牙 也是里面长的 也是参差不齐的 就是在这种换牙期 您觉得需要注意 孩子的这美观吗 这个尤其前面的牙呀 在剃牙之前 和剃牙之后的大小 是有变化的 大门牙换完以后 新长的一个横牙 要比我们这个奶牙宽好多 就我们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这时候脸比现在要小多了 所以人这个和谷 面容是一点点在长大发育的 这时候牙齿出来以后 跟这个脸比的话 按比例来讲的话 就显得特别大 这时候呢 往往是一个展示的现象 那么奶牙的时候 像米粒一样非常小 对 那换成大牙以后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 它地儿不够啊 对 怎么办就有点拥挤 对 这时候拥挤的话呢 有两个方面的 一方面它拥挤以后 它可以刺激颗骨的发育 这时候骨头还会在长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这个换完牙以后 其实我们的咀嚼 功能也提强了 就是增强了 比如这时候我们 嚼一些富含纤维的 这种食物的话 就会刺激颗骨的发育 慢慢的也会排列得更齐 还有到最后的话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像前面这二十颗牙 都要替换的 当换到后面 这两个大牙的时候 这换的牙的话呢 比它的奶牙要小 有没有意思 比谁还小 就是新换的牙 比这两个牙要小 那么换完以后的话呢 前面牙不没排齐吗 这时候好多 有一部分 就往后长 往后移动一点 这样它自然就排齐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在刚替牙的时候 比如说门牙特别突出 有点不齐 这个往往是一个暂时性的 等到在替牙的过程当中 其实逐渐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对对对 所以掉牙的时候 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了 对不对 怎么小心 不软的 其实恰恰相反啊 很多妈妈觉得 换牙漆 宝宝牙齿脆弱 应该吃点精细的食物 但是妈妈们 你们知道吗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如果在宝宝换牙期 吃得过于精细 不但不会保护宝宝的牙齿 反而很有可能导致 很多问题发生 其实在剃牙的时候 还是鼓励 尤其鼓励小朋友 多吃一点富汗纤维 硬的东西 那您的意思就是 掉牙的时候 反而应该要吃硬的 直接把牙给它带走 是吧 你剃牙的牙真挺丰富的 因为经常我们在门诊 遇到什么情况呢 小孩来就诊了以后 你看牙怎么出双排牙 因为经常剃下牙的时候呢 这个心长的牙 是在我们奶牙的里面出来了 就是我们会看一个小头 冒出来了 对不就双排牙嘛 对 这时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说 前面这个奶牙特别松了 就我们吃一点硬的东西 啃个玉米 哎 牙就掉了 下面心剃的牙的话 就萌出来 慢慢也就会到正常的位置 其实我们在嚼东西的时候呢 每嚼一次的话 这个力量对骨头是有刺激的 那么一个正常的这种 对颗骨的刺激以后呢 颗骨就发育得很好 这样会将来的话 牙齿排列整齐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但还有第二种可能 有的时候 这个牙从里面出来以后 前面的牙纹丝不动 非常结实 这时候 今天到医院把它拔掉 不拔掉的话 后面牙很难调整到正常的位置 先换下面是吗 先换下面的门牙 你跟我们讲讲顺序 我真的这方面一窍不通啊 一般是这样 我们平均年龄算 最开始六岁左右 换两个下颗的门牙 一年以后换四颗牙 两个门牙旁边的牙 加两个大门牙 中切牙 那么再过一年的话 是换这两个牙 这时候呢 换牙要舔一段时间 休息两到三年 所以有的时候 家长就问 哎 小孩上了这个二三年级 怎么牙换就不换了 我女儿就是这样 她着急嘛 她的牙已经有好多时间 这时候可能到了五年级左右 十岁左右 开始启动换后面的牙 其实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 郑重问一个问题 是人都要按这顺序吗 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个顺序 都是这样的顺序 基本都是这个顺序 但是你顺序一旦不对以后 就出现问题了 牙齿就容易不齐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上颗为例 第五颗牙和第七颗牙 一般情况都是 先长第五颗牙 再长第七颗牙 如果你先换第七颗牙的话 第七颗牙长的过程当中 它力量很大 它就往后走了是吧 它就往前挤这个六号牙 第一横木牙 它一挤过来以后 这个牙分数就变小了 等到五颗牙再出的时候 没地儿了 怎么办 它只能从旁边出来 这时候牙就不齐了 那这种时候要进行干预吗 这时候对 临床上可以进行干预 就是大家其实了解一点 口腔保健的知识 这样的话呢 避免一些烦恼 另外也使我们自己 和孩子的话 口腔状况更好 我可以 老眼说了 还要给你提问 来 提问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木糖醇的这个糖 小孩是不是可以吃 它是这样 就是说木糖醇 是一种糖的替代品 一般我们都知道 我们说这个虫牙 为什么得虫牙 因为质糖 大家都会这么反应 对吧 这个其实也没有错 但是实际 木糖醇是一种替代品 这个替代品的话呢 我们当进入口腔的时候 口腔当中的细菌 是不能代谢这个木糖醇的 就是我们吃的折糖也好 比如糖块里含折糖 进入口腔以后 细菌会分解它 会产酸 酸才能腐蚀牙齿 我们拿一个鸡蛋 泡到醋里 泡几天以后 蛋壳是不是就软了 钙流失了 同样 如果你经常吃糖的话 牙齿的钙也会流失 流失以后 牙齿不就变软了 就容易形成牙洞 是这个原理 但是呢 并不是因为这个 你不能吃了 可以吃 但关键怎么吃 最科学是最关键 比如说你一天 吃一次糖的话 其实没有问题的 怕什么呢 怕小孩呢 他不停地吃糖 偷偷给一块 偷偷给一块 这种也特别不好 所以就控制次数 特别关键 还有一个就是时机 一般我们就不建议 睡前吃 所以这个 我就说这里边 糖是可以吃的 关键要限制它的次数 和时机 这是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特别注意的 是什么呢 吃完甜食以后 多喝点清水 边和边树是最好的 树一下更好 那么起到一个缓冲 缓冲的一个作用 我有一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大人 一般来说是早晚 对吧 正常都是早晚刷牙 那因为我会要求 我们家女儿就是中午 也一定要刷这一次牙 我就想问一下 到底这个中午 这个饭后刷牙 您觉得这个必要性 是必要的吗 其实如果孩子能做到 还是一个好习惯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因为有的时候 不一样 所以习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提倡就说 每天至少刷两次牙 就早晚刷牙 饭后疏口 那这个刷牙还要使用 含浮的牙膏 这个是一关键 所以我今天觉得 都是性质量是别的 对 而且今天我们学了这么多 跟牙有关的知识 其实牙好就是为了 我们能够吃更多的 好吃的东西 对 所以今天我们依然是有 这个做饭的环节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 给宝宝做饭 就是我们要让圆圆 来给我们的这些准妈妈 来做一道这个孕妇餐 那圆圆又要为我们做的是 一道芒果布丁 今天的妈妈孕餐 是芒果布丁 食材有孕妇奶粉 芒果 鸡蛋 哎呀 一听到布丁就想到 那个QQ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好 那我需要奶粉 其实像这种奶粉呢 是专门给孕妈妈准备的 因为在这个奶粉当中 会有一些孕妈妈 需要去补充的营养素 比如说就有这个叶酸 哎 先问一下 圆圆你知道如果说 孕妈妈缺乏叶酸 会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吗 好像是会对孩子的这个 是那个 是不是脑神经发育什么 对 特别怕 对 确实就是会对宝宝的 脑神经的发育 造成很不良的影响 因为这个缺乏叶酸呢 会导致宝宝有一种 先天性的疾病 这种疾病是 孩子在这个胚胎早期 就形成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 如果孕妇在怀孕的前三个月 及时地补充了够量的叶酸 就可以避免宝宝的 这种先天性的 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对 然后呢 我需要两个鸡蛋 它这个结果是要怎么样的 是要把它打出泡沫来 对 对 对 它还是要有点那个 做蛋糕的那个意思 我们到这个程度行了吗 可以了 可以 你看这个泡沫已经出来了 已经有一些泡沫了 对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 过滤一下 我们主要是要把那个泡沫 给过滤掉 我们再来把它搅一下 好 这样充分地把它搅拌 充分地搅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蒸锅上 蒸十分钟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该处理 这个芒果了 我先摆一下啊 我的厨房小妙照 好 用一个碗边卡住这个 卡住它 卡住 然后呢 使劲地这样 可以把 使劲以后会怎么样 果肉直接 跟这个果皮分离吗 分离 对 好 十分钟过去了 看看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样的 把这个新鲜的芒果丁 放在布丁的上面 我可以尝一口吧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也想尝一下今天这个 我不知道我发挥的怎么样啊 怎么样 特别好吃 因为它的味道很清淡 而且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甜品吧 但是因为有的妈妈 她们可能会那个 就是孕期是不是 血糖高啊什么的 但是因为这个没有加糖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 对 谢谢 谢谢圆圆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读到了很多关于牙齿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 拜托了妈妈微信号 然后回复这个掌知识三个字 来看我们有关的内容啊 是的 那我们在这里谢谢郑主任 谢谢 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吗 您可当然可以 您必须得说 我觉得我说三句话 第一个就是 关注口强健康 定期口强检查 远离口强疾病 好 谢谢大家 我说三句话 三个短句 谢谢 谢谢圆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